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一周实行四天工作日,每周休息三天 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的请扣个一,不同意的请扣二 这是最近美国国会议员正在提案推进的一个新立法 昨天美国联邦参议员健康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桑德斯 在听证会上再次提出这个法案 他说,虽然技术和劳动生产力大幅提高 但美国百万劳工的工作时间却越来越长 工资却越来越低 因此他提出,AI自动化以及新技术的大幅进步 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必须汇集劳工阶级 而不仅仅是企业高层和有钱的股东 因此桑德斯提出一案 要求美国在四年内在不减薪的情况下 将一周的工作时间从40小时缩到32小时 每周工作只要超过32小时 雇主就得支付加班费 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加班费需乘以1.5倍 每天超过12小时的加班费需达到双倍 看来这位桑德斯老爷爷要为工薪阶层和资本家展开战斗了 这位桑德斯老爷爷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当年在网上大红了一把的那位 就是在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上 穿着一件大羽绒服被网友恶搞 被批图批到各种场合去坐坐的那位老爷爷 桑德斯议员 原来这是个大人物 是联邦参议院的什么劳工养老委员会主席 其实一周三天的法案 这个在国会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了 之前已经有其他的民主党议员 也提出过两次 最后都没有取得进展 这一次桑德斯趁着AI技术的变革 再度提出这个法案 技术提高了 劳动力也提升了 那么就应该缩短劳动的工作时间 其实缩短了法定工时 就相当于变相提高了工人福利 因为只要你超出工时 老板就得付更多的工资嘛 好 那么对于这个法案 到底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呢 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请大家可以发表各自的意见 我们来讨论讨论 川普的官司又有新的消息 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听到 川普的法律信息 官司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现在各个地方的检察官们 似乎对川普的官司 态度有些委婉了 不像之前非得要制人与死地那么强硬 昨天华盛顿邮报报道 原定于3月25号开庭的川普封口废案 就是指控川普曾向成人片女星 也就是他的绯闻对象 风暴女支付13万美元的封口废一案 现在出现了意外转折 纽约曼哈顿的地区检察官白爱荣 这是民主党内部川普的一大天敌 白爱荣要求将这起案件的审判时间 推迟一个月 说白爱荣办公室 于14号向法院发出通知 由于收到来自纽约联邦检察官 约3万1000页的新证据文件 所以不反对将生理时间推迟30天 以便被告律师有时间阅读这些文件 这个让川普的律师团队 感到非常意外 原本川普的团队一直都想 用拖延战术来延迟这个案件的开庭 但是都没有成功 昨天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 获得了这个死对头白爱荣 主动提出要推迟开庭日 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样 不过大家现在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自从川普在初选中获胜之后 很多人对他的态度 似乎有点变了 是不是一看这老头 重返白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所以那些检察官 法官们都在想 这个打不死的小强又活过来了 赶紧还是留条后路吧 以免日后冤冤相报 何时了 这个是我猜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反正自从这个初选之后 这两天他的好几起官司突然就出现了转机 前两天说乔治亚州的法官撤销了对川普的三项指控 今天纽约的这位白左检察官又延迟了对他案件的审理 还是主动延迟的 你说这个从人性的角度去剖解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这么推测呢 反正这是我的看法 不知道各位大家怎么看 关于TikTok的禁令 最近一直都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这里面除了关注国会的态度 关注TikTok公司的动作之外 现在很多人也在关注TikTok的创作者们 也就是那些在TikTok上赚钱的博主们 也就是说 国会要是真的通过立法进了TikTok 那么那些在平台上 已经全职靠TikTok为生的那些网红们 生计怎么办 其实这个问题 前两天我在节目中已经提出过 我说对于这个禁令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就是TikTok的那些大博主 到时候他们肯定得到国会去抗议 你看我的话音未落 前两天13号 一批TikTok的博主 果然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举下牌子在国会山 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 对此 华尔街日报 对多位TikTok的创作者 进行了采访 说其中有很多人 在TikTok粉丝 涨到一定数量之后 就开始从原来的业余爱好 转成了全职工作 所以他们非常担心 TikTok被禁 同时他们也认为 YouTube和Instagram等 其他的这些网站 都没法和TikTok相比 不像TikTok那样能够获得更多盈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TikTok它具有超敏感的演算法 在商户和客户的精准配对上 具有很高的准确性 所以现在TikTok已经成为 美国商家卖货投入的最优先平台 很多人也开始习惯 在TikTok上购物了 据一位网络营销专家 他说 虽然他们对网络创作者和品牌商的建议是 不要把精力过度集中在任何一个平台上 但是今年依然还有不少品牌 仍将TikTok作为内容和支出的首要媒体渠道 依然还在TikTok上进行了巨大的营销投入 甚至说有些品牌将高达三成的营销预算 都投在了TikTok上 所以说假如TikTok被禁 伤害的不仅仅是创作者 可能连这些品牌商也会一起波及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 最后谁会收购TikTok 根据目前已通过的众院法案指出 只要TikTok跟他的中国母公司 字节跳动母体脱离 只要卖给美国公司 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好像事情没那么简单 根据业内人士指出 说TikTok的风靡最大的成功秘诀 就在于他的演算法 而他的演算法就是由中国母公司 字节跳动的工程师开发的 除非你把他的演算法也一起买过来 否则TikTok就算到了美国人手里 要是脱离了原来的演算法 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全新平台 这样的话他对原来的用户和商家 就会变得毫无用处 同时对投资者来说也就失去了价值 但是字节跳动的演算法可以卖吗 不行不能卖 首先美国众院的法案提出 要求TikTok未来的新公司 必须和字节跳动 断绝任何层面的合作 其中当然也包括内容推荐 演算法方面的合作 也就是说收购TikTok的新公司 以后必须得自己去开发一个 新版本的演算法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就变成了收购方 只是买了一个TikTok的壳 而内在的实质却对他已经毫无价值 另外TikTok是一家中国公司 中国对此有明确法规 要求TikTok必须得先经过政府审查 然后才能将字节跳动的任何演算法 提供给外部人士 那么从目前中美关系来看 中国方面肯定也是不会同意字节跳动 出售他的演算法的 所以现在出售TikTok的事情 根本就不像那些议员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帮不懂科技的政客 坐在办公室里异想天开 以为一纸禁令 就可以把一个平台给遏制住了 这些人想当然了 其实这些政客想要进TikTok 最大的忧虑 还是来自于他们对美国用户的数据 生怕被中国操纵 有这样的担忧 说白了 TikTok就是中国关系恶化的一大受害者 如果现在中美关系要是正常 相互之间要是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矛盾 那么TikTok根本就不是问题 比如我举个例子 在音频流媒体领域 全球最牛的平台 也是美国人听音乐最主流的平台 Spotify 它也不是美国的平台 它是瑞典的一家公司 每天全球活跃用户6.02亿 其中有24.78%的流量都来自于美国 那也有1.5亿左右了 但是因为人家瑞典跟美国没矛盾 所以也没见这些国贵议员 天天喊着要进Spotify 所以说说来说去 还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不好了 相互之间草木皆兵 大人吵架 受伤的永远是孩子们 其实从根本上讲 众院的这个法案 归根结底 现在体现出的 就是美中之间正在持续争夺 新兴舆论空间的控制权 更是两国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角力点 不过对于美国要进TikTok 中国官方表示强烈反对的态度 今天CNN出了一篇评论 他说其实美国只是在跟随中国的做法而已 因为在过去 中国长期以来 一直都在禁止美国的应用程序 和大多数美国的社交平台 包括Google YouTube X就是原来的推特 还有Instagram 以及脸书Facebook等 这些美国的软件和平台 在中国为什么都不能用 这个问题呢 反正我们小孩子是回答不了了 还是让家长来回答吧 下面在这里 我想为大家插入一个移民话题 我们知道 有不少朋友对移民美国有兴趣 或者也在规划其他国家的移民计划 通过移民掌握更多资源 打开视野 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随着移民政策的不断变化 选择正确的移民途径 这个非常重要 2023年 阿尔兰的捐款移民 和葡萄牙的购房移民项目 都已经结束 而加拿大移民 也越来越侧重于英语能力 如果你的英语水平不错 加拿大还有很多适合的项目 而对于英语基础不强的朋友来说 欧洲的西班牙和希腊 现在仍提供购房移民 另外据说今年匈牙利 也会出台相关的移民政策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此外 马尔他也有一个可通过捐款方式 获得快速永绩的渠道 另外 对于美国的移民方式 基本上就是EB5投资移民和EB1 人才类移民这两大类别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移民方案非常重要 今天我就向大家推荐一家移民机构 他们在移民领域拥有丰富经验 能够提供全球的综合法律和配套服务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业信息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他们的顾问进行免费沟通 谢谢大家